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家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21集 那两个肥头大耳的家丁早就盯住了林婉容 此时见他过来 立即拦住了他道 干什么呢 你懂不懂点规矩 好生没教养的小子 林婉容道 规矩 什么规矩 碧人是肖宅新进的家丁 特地来报道的 见这个新来的小子如此的不上道 两个家丁黑黑笑道 嘿嘿 果然是没教养的东西 今天就好叫你得知了 入我肖家的门 就要遵守肖家的规矩 凡心丁与狗 请从矮门进府 这两个家伙一脸的幸灾乐祸 他们当初进府时也是受过那种心理摧残的 自此之后 在人前便都低人一等 如今看见别人布了自己的后尘 心理上难免有点变态的快感 林婉容冷笑道 哼 市门都是要有人踩的 今天我就要从这正门进去 你们两个给我滚开 你 你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一个下等家丁竟敢如此和我们说话 我 我有你好瞧的 这两个家丁气急败坏地道 我是下等家丁 那你们两个又是什么东西啊 你看好了 老子拥有终极之称 那两个家伙扯了扯胸前的回标 那上面果然写着两个字 终极 林婉容这才注意到自己胸前也有个徽标 上面也写着两个字 下等 林婉容哭笑不得 靠 这什么玩意儿 做个家丁还要弄个什么职称 难道还有职称晋升考试啊 那魏老头是肖家的高级家丁 顾名思义 那就是高级职称了 像林婉容这样刚刚进府的新人 自然是下等家丁了 林婉容心里不爽 嘿嘿笑道 嘿嘿 我不管你们什么职称 我只知道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是合同制员工 合同制员工 两个家伙一愣 显然不明白合同制员工是个什么玩意儿 林婉容懒得浪费口水跟他们解释 当下也不理他 双手推开二人 大步向门里走去 两个家伙愣了一下 显然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下等家丁 敢硬闯萧府 这还了得 两个人一起发力 向林婉容胳膊拉去 大声道 站住 你不能进去 低等下人与狗 不得 下你妈个头 林婉容扬起老拳 一拳砸在那家伙鼻子上 同时飞快地抬起一脚踹在另一个家伙小腹上 打架 他是从来不会吃亏的 他这一溜动作极快 两个家伙显然没想到在自己的地盘上也有人敢对自己动拳 两个人在台阶上连打了几个滚 呦呦呦呦地乱叫个不停 林婉容狠狠地一口谈吐在地上 然后缓缓推开那两扇朱七大门 小家 老子打进宅了 林婉容心里畅快无比 缓缓迈了进去 打人了 低等家丁打人了 低等家丁打人了 林婉容刚踏进一只脚 刚才还躺在地上装死的两个家伙 却风一般地飘过了他身旁 同时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低等家丁打人了 低等家丁殴打中极家丁了 低等家丁殴打中极家丁了 呵呵 见着两个家丁蛇形鼠窜的身形 林婉容觉得一阵好笑 这两个家伙也太不堪了吧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善茬 反正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对这两个家伙的大声吆喝魂不在意 直接从这大门进去 缓缓漫步而行 好好欣赏这豪门大宅的美景 这肖家豪门大户果然名不虚传 这院子占地极大 一眼望去竟然看不到边际 亭与楼阁楼台小谢 小桥流水 放眼望去 满院的花草芬芳 树绿水清 端得是个风景优美的好去处 为数众多的下人丫鬟不断地穿梭其间 剑砸着几声私竹之乐 称得上是繁华似锦 奢侈啊 腐败啊 林婉容心里哀叹 看了这肖家的模样 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有钱人的生活了 自己在原来的世界里收入也不算低了 也见识过许多有钱人的奢华 可是那些所谓的别墅 洋楼 游泳池 与眼前的情景比起来 依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边看边走 不断地有来往的家丁和丫鬟打量着他 看见一个低等下人 像一个呆头鹅的东张西望 下人丫鬟们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 下人想 且 职称没我高 还敢不断地打量丫鬟小姐们的胸 真他妈的一个土包子进城 菩萨保佑你碰到二小姐 让她好好收拾你 丫鬟想 诶 这是今年新进的家丁吗 身材好好哦 皮肤好健康哦 长得好有阳光气息哦 嗯 又是新人 那些小浪蹄子们应该还没有看到 有机会掉到手 成了男丁们眼中的丁子 丫鬟们眼中的凯子 林婉容还不自知 他边走边看 对着园中的景色十分满意 虽然是来做家丁的 可是只有有了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才能让他更专心于工作 就是那小子 就是那小子 刚才被林婉容揍得不成样子的两个终极嘉宾 拥着一群人走了过来 走在最最前面的是一个胖胖的家伙 白净的脸皮 一双金鱼眼 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王管家 就是他 就是这小子打我们 两个终极家丁 一副小人嘴脸的告密道 听那两个家伙的称呼 林婉容便知道 眼前这人应该就是这小府当中 数百号家丁的掌门了 昨天看到的那个旁副管家 应该就是他的副手 不过旁副管家不在人群中 看来今天为老头的面子可能会不太管用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殴打终极家丁 王管家冷哼了一声道 哼 说 你是受了谁的指派来殴打我肖家家丁的 林婉容愣了一下 玄机明白了 这王管家分明是在借题发挥 将一盆子污水泼到他的正底头上 不管是真是假 他先给别人一个印象 林婉容是受人指派而来 而受谁的指派则任人想象了 很容易地就把污水泼到了别人身上 端的是把又快又狠的软刀子 这王管家能坐上管家的位子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别的家丁显然没有林婉容这么机灵 一听王管家的话 顿时群情激愤起来 快说 是谁派你来的 妈的 一定是城东老汪家 他们一向喜欢和我们对着干 也不一定是老汪家 咱们这院子里的下人们 也有很多嫉妒 王管家的英明领导的 一个家伙 恬不知耻的道 林婉容看了说话的家伙一眼 他心里清楚 这小子肯定是一拖 果然 王管家含笑看了那家伙一眼 脸上闪过一丝赞许 谁 谁敢破坏我们小家家丁的安定团结 大后局面 我上去砍了他 家丁们七嘴八舌 猛拍着王管家的马屁 王管家面有得意之色 看着林婉容微笑 这小子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林婉容有趣地看着这些家伙 有了这帮家丁 自己的家丁生活 应该不会太寂寞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各位大哥 各位大哥 我们可是挨了这小子揍啊 那个 麻烦大家集中一下精神 为兄弟要出口气啊 那两个刚才挨打的家丁 见大家七嘴八舌 一会儿要打到汪家去 一会儿又要彻查是谁在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反倒是把眼前的这个正主忘记了 便急忙开口提醒道 哦 对 对 你一个下等家丁 第一天报到 不仅不走矮门 从正门闯了进来 还殴打终极家丁 真是大胆啊 王管家胡甲虎威地道 对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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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群终极家丁一起起哄道 来来往往的家丁和丫鬟们也都停下了脚步 看着眼前这场热闹 看着这个新近的家丁 被王管家带着人围在中间 丫鬟们不禁为这个新丁担心起来 他怎么就招惹了王管家呢 这下肯定惨了 林婉容看着这些吵吵嚷嚷的家伙 无奈地摇头 一盘散沙 成不了气候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王管家得意地道 这些弟兄们的眼睛可是雪亮的 当然 只要你叫在谁在背后指使你 我也可以对你进行从宽处理 保证不为难你 林婉容早就想好了托词 笑着说道 嘿嘿嘿 那就多谢王管家的宽厚了 他神秘一笑 低声道 其实背后指使我来的 是福伯 福伯 几个家伙大吃一惊 福伯在这肖家 可是几个有数的老资格之一 连夫人和大小姐都对他极为尊重 更别提王管家几人了 林婉容正是吃准了 那三个老家伙的抽然地位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反正有那几个老家伙撑着 在这个肖府里 还真没有值得他害怕的人 你说是福伯派你来的 那你叫什么名呢 这王管家能坐到管家这个位置 还是有些心思的 知道如果真的是福伯派来的 凭自己恐怕还是办不了这小子 我叫林三 林婉容眼里闪过一丝恶虐的 笑意 你这就是林三 那个合同制林三 王管家惊奇地道 昨天林婉容签了那个合同契约之后 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肖府上下 肖府的家丁们 顿时将这家伙当成了一个大大的傻子 在肖府做一辈子家丁 有吃有穿 待遇又好 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差事 这家伙脑子肯定是有毛病 弄出个什么合同制员工来 到一年之后 肖家把他踢了 到时候看他怎么哭 所有的家丁都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当然 王管家知道的内幕可不止这么一点 这个林三是昨天肖家的三个老资格亲自挑中 而且交口称赞的 据说这小子昨天面试的时候迟到了半个时辰之多 而肖府管家早就得到了上面的嘱托 叫他留意了一个叫林三的家伙 所以昨天肖府管家收了林三的银子 却在得知他就是林三之后 又不得不将银子退了回来 是我 我就是林三 林婉容笑着说道 见身旁围观的家丁们 面色各异 有讥笑的 有羡慕的 还有几个丫鬟红着脸看着他 面饭桃花 这个这个林三 虽然你和福伯有交情 但是你就这样殴打中级家丁 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吧 王管家善善笑道 得知他有三个老资格罩着 王管家语气已经软了许多 说这句话 无非是为了称称面子 意思一下 我没有殴打呀 林婉容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只不过进门的时候 这两位老兄一时失察 从台阶上滚了下去而已 这两位老兄 你们说是不是啊 从一听到福伯的名字 两位挨打的老兄便知道 碰到硬骨头了 福伯在这萧家 可是谁也不敢轻易招惹的人物 连王管家和庞副管家 这样嚣张的人物 看见他们也要绕道走 这个林丝有福伯罩着 自己两人这顿算是白哀了 最可恨的是这小子 还一副无辜的样子 假惺惺地问道 那两位老兄 那是也不是 这两个家伙 心里早就把林婉容骂得死去活来 脸上却要赔出一副小脸道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是一场误会 一场误会 原来是误会 那便好 那便好 王管家抹了一下额头的汗珠 总算找到了个台阶下 然后对旁边围观的家丁和丫鬟们 一翻白眼道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不用干活吗 小心我向夫人禀报 扣你们的公钱 丫鬟和家丁们 顿作鸟兽散 有几个丫鬟还大胆地 盯着林婉容看了几眼 显然是对这个合同制的家丁 有几分好奇 经此一试 林婉容虽然是刚到肖家 而且还是个下等家丁 但在肖家的家丁圈里 也算的是个人物了 这个王管家 虽然也有点被服了面子 但他也是个机灵人 便将林婉容安排到了福伯手下 昨天与三个老头的肯谈中 三个老头都向林婉容发出了热烈的邀请 什么大厨 工匠 园丁 这三个职位 林婉容完全没有一点兴趣 他在这里就是想混混时间 然后一年之后拍拍屁股走人 所以在这三个部门里 他选来选去 最后才挑中了福伯 在他手下娇娇花晒晒水 倒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种花的事林婉容一窍不通 彩花倒是他所长 王管家安排好林婉容的差事 才带着众人离去 林婉容好不容易脱离了众人围观 刚刚走出几步就被人拉住了 回头一看 却是刚才钻了狗洞的书呆子萧峰 萧峰关心地说道 林兄 我刚才看你被王管家抓住了 你没事吧 没事 能有什么事 林婉容大大咧咧地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萧峰兄 以后在这萧家大宅里 遇到别人欺负你 就说是我林三儿的兄弟 我看谁还敢动你 刚才林婉容大摇大摆 从正门进来不说 听说还拿老拳揍了两个终极家丁 却一点事情都没有 书呆子萧峰对他确实是敬佩万分 有他关照着 应该也很吃得开吧 萧峰由于念过几年书 说话又喜欢调文 被安排的差事 是给几个师爷打下手 锻炼个几年 说不定也能弄个师爷当的 到时候也算得上是 这萧家的一个白脸了 也能小小地风光一把了 林婉容拍着他的肩膀笑道 嘿嘿 有钱多有钱多 好好干吧 萧峰腼腆地一笑道 以后还请林兄多多指教了 别了萧峰 林婉容直接往福伯所在的园丁部寻去 这萧家的院子虽大 福伯却是住在一个极为偏僻的角落里 林婉容问了五个家丁 四个丫鬟 才找到这个地方 这是个清静的小院 靠近后山了 园子里种满了花花草草 倾国倾城的牡丹 艳丽芬芳的勺药 暗香浮动的秋菊 君子之风的兰花 端的是百花争艳 美不胜收 林婉容心中大乐 真是一个采花的好去处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收听